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警告,虽然上个月的预测3月份将死亡55.9万人,不过由于疫情受到控制,因此死亡人数已经开始下降。 但观众依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对照新的预估数字也只是让原本预估的总死亡人数延后一周。 且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全美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超过50.2万人,这意味着遭受病毒感染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二次世界大战与越战中的死亡人数总和。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已经加大力度推动新冠疫苗接种,不过来自华盛顿大学的疫情模型预测,直到2021年6月1日,全美病毒死亡人数仍会超过58.9万人。 各位新闻团队,洛杉矶报导。